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她知道叶青梅已经怀有身影 底下反叶青梅的人很多 但碍于你的面子 他们都不敢声张 这个女人自静京那一日起 我便知道是个祸害 当初见你离她远些 你偏使不信 还说我老婆子管得多 现在可知晓了吧 太后坐在白玉汉石栏杆内的台阶上 遥望着蓝天白云 脸上满是漠然 他们怎么说 静地双手撑在栏杆上 声音略显疲倦 叶青梅必须死 半个京都城的人都想要她死 我看这件事啊 谁也拦不住 我已经与皇后商议过 你只需要把陈明病 范健等人调离京都即可 至于那个武竹 明家人会去骗她离开 只要叶青梅一死 那些人自然而然会拥戴你 当年你如何登上皇位的事 也不会有人再去提及 太后若无其事地说着这些话 似乎并未将叶青梅之死 看作一件很大的事情 只是这是一件必须要做的事 而且刻不容缓 她已经怀了朕的孩子 那也得死 难不成你还想让她与你共分皇权 太后的声音一下子尖锐起来 脸色也是十分的难看 我且告诉你 皇家之权只可由李家人掌握 现在朝中上下 大部分朝臣都是看叶青梅的脸色在办事 叶流云如何 她还不是把整个叶家都投进了内裤 监察天下的监察院 看上去是你在掌握 但谁人不知监察院真正的院长 乃是叶青梅 有朝一日 她若是要反 你挡得住 所以这个女人必须死 内裤乃是钱 监察院乃是权 叶青梅以一人之力 独揽天下钱财 沁国之权 在太后的眼中 她就是一个定时炸弹 只要她一旦炸开 那将会将整个沁国移为平地 所以必须敢在她炸开之前 将她杀死 我 你还想为她辩解 都到这个份上了 你还想为她辩解 你莫要看她现在乖乖巧巧的为你生孩子 谁知道哪一天 她就把刀架在你脖子上 让你退位 不然 她搞那么多事 是为了什么 你以为她是当真为你好 若是如此 她为何不把内裤财权交出来 为何不让我指派的人 接手内裤 偏偏要选一个阉人 陈平平 你不知陈平平与她有什么关系 你也别忘了 当初她能让你当上这个皇帝 日后她自然也能将你从这个位置上推下去 太后再度强调了一下叶青梅的危险之处 而且将这种危险细致化 庆帝的脸色顿时不对了 开始她还有些犹豫 可是听到这话 眼中的犹豫顿时消弭于无形 剩下的只是一片狠诀 叶青梅是如何让她当上这个皇帝的 庆帝心中再清楚不过 她永远都记得那个皇叔是如何死在她面前的 她也永远都记得叶青梅那张人畜无害的脸上 挂着的似笑非笑的令人不寒而栗的神色 叶青梅既能让她登上皇位 一旦她想让她退位 她如何阻拦 要是的 庆帝呼的冷声问道 钥匙一直都在我这儿 你父皇死后 叶青梅也没来要 我猜那箱子里应该没什么贵重的东西 倒是 太后略带迟疑 什么 最近听闻 范剑与陈明明又去了一趟太平别院 她把那东西交给了他们 太后迟疑的原因是 她无法肯定叶青梅是否将那东西交给了谁 但无论叶青梅交给谁 那都将是一个极大的隐患 庆帝闻声陷入沉默之中 那东西至关重要 当年她父皇登基后 叶青梅便将那东西锁了起来 钥匙交给了她父皇 而她父皇去世后 钥匙便交给了太后 但是那东西却一直在叶青梅手中 下令吧 这件事已经由不得你 太后的脸色又恢复了冷漠 留下那孩子 庆帝的声音很是低沉 但却给人一种毋庸置疑的感觉 帝王风范出现 什么 枕草不除根将来必是祸害 留下那孩子 庆帝猛然回头目光如炬 太后见状 呼得一个冷笑 而后摆了摆手 显得异常无奈 罢了罢了 你既将这个孩子看得如此之重 我也不与你争执 但你要记着 这个孩子不能留在京都 最好一辈子也别进京都 太后的声音落下 人已经渐行渐远 直至庆帝再也看不见 当太后走后 侯公公从殿内走了出来 躬身在庆帝的身后 陛下 那边 来人了 你说 朕是不是 庆帝双手撑在栏杆上 低着头 满脸羞愧 陛下 事已至此 已无法挽回 叶姑娘 若能体会陛下难处 当之此事 并非陛下所愿 她会理解陛下的 侯公公似乎一直都是这般的善解人意 三言两语便将整件事的性质变了味 若叶庆梅不能理解庆帝 那便是叶庆梅不识大局 不知庆帝难处 若她能够理解 便是一死 所以叶庆梅死与不死 都不可能落得一个好名声 还不如一死给天下人留一个悬念 可正此生 最爱的女子 便是她呀 庆帝居然流泪了 滴落在栏杆上 格外的醒目 陛下 还是先去见见那边的人吧 奴才看他们子来风尘仆仆 似有要紧事 要与陛下商议 且莫为了这点小事 而误了这边大事呀 侯公公再度提醒道 比起叶庆梅 那边来人才是大事 庆帝闻生 这才重新振作起来 抹去脸上泪水 抬头万里乌云 整个京城 像是一头巨大的狮子 匍匐在她的脚下 伸手可摘星辰的豪气 从庆帝内心深处 油然而生 转身 那是象征着南静皇室 最高权力所在的御书房 走进去 便是另外一个世界 抬脚 脉步 庆帝的身影在阳光下 一下子显得高大 嘴角微微上翘 呼得流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 小姐 你说什么 在庆帝迈入御书房的那一刻 陈明令从太平别院的椅子上 弹了起来 此时 她的双腿还没有残废 整个人年轻俊朗 可谓玉树临风 若不是因为阉人的身份 只怕求情者早已从京都东城门排队到西城门 但此时 她的脸色却不太好 一脸的震惊和不可思议 那略带俏皮的双眼皮 也无法掩盖 叶姑娘 这不可能 陛下绝不会如此 范健年轻时 虽比不上陈平平 但好歹也是一表人才 再加之 她本身身形高大 给人一种强烈的安全感 昨日柳家前来提亲的人 才从范府离开 然而此时 范健高大的身形 也无法掩饰她内心的震惊 和惶恐不安 倒是坐在一旁的叶金梅 双手脱腮 看上去丝毫不为所动 甚至 还有些小惬意 算了算了 说了你们也不相信 白白浪费 我这许多口水 这样吧 我最后与你们交代一番 倘若我死了 这个孩子 便由范健你来抚养 京都乃是个是非之地 躺在此处 必然无法让他健健康康 长大成人 你老家不错 那地方向来没几个人去 也没人在意 你家老太太 又是陛下的乳娘 想来能够教好这孩子 陈平平 你力气太重 让你执掌监察院 那是希望你能用这力气 压一压这朝堂之上 不正之风 不是让你动不动 就大行伺候的 还有 我跟你说了几个姑娘了 你倒是点个头啊 难不成 你还真想 一个人孤独终老 什么私下 真是 小姐 陈平平 俊俏的脸颊 一下子变红了 你呀 你别不爱听 你要有自信 老娘当年 创立内裤的时候 不也是被这帮人看不起 现在怎么样了 你别以为宦官不能成大事 监察院的重要性 你自己不知道吗 老娘好不容易把这老太婆的举荐力给推了 你可别给我出岔子 叶青梅看着陈平平 一阵语重心长 但陈平平 却是一点欣喜也无 尽管以前 她很喜欢被叶青梅夸赞 小姐 我哪也不去 我在这里保护你 我也是 陈平平和范健两人同时举手 但却被叶青梅一巴掌全部扇了下去 待在这里 嫌老娘明事还不够臭吗 你们两个大男人 待在老娘这里算怎么回事 都给我滚 滚得远远的 别让老娘看见 看见就心烦 叶青梅挥手感人 颇为不耐 两人你瞧瞧我 我瞧瞧你 皆是举步维艰 谁也不愿离去 叶青梅见状 当即无奈的双手插腰 老娘这还没死 要不要 把五竹叫出来 憋憋憋 叶姑娘 小姐 打住 两人急忙摆手 我刚才说的都是万一 万一 我要是真出了事 你们记得按照我的安排去做 叶青梅又坐了下来 双手脱腮 神色暗淡 小姐 陛下 何至如此 因为他怕 叶青梅想也没想的就回答了 怕 怕什么 范健继续问道 他怕有一天 我当真要抢他的皇位 他根本没机会反抗 嗨 世上骇人之事多如牛毛 就树争权夺势 最甚 你想啊 他一个当皇帝的 但两手空空 要钱没钱 要权没权 一朝臣子 进阶与他作对 你说他怕不怕 而我手揽朝权 又手握天下钱财 我若不死 他如何心安啊 叶青梅 微微摇头 毛子隐隐 有一股自嘲 可你们 是夫妻啊 陈平平 还是不能理解 夫妻又如何 自古以来 皇权至上 皇帝的担心 不是我反不反 而是一旦 我要反 他就根本 没有任何机会 所以啊 我必须死 说起来 也真是可笑 叶青梅 想着自己之前的种种 不由自主的笑了起来 可是他的笑容里 竟是苦涩 就连一旁的 陈平平和范健健了 也不由觉得心疼 对了 还有一件事 这时 叶青梅 似乎又想起了什么 何事 两人急忙问道 这太平别院里 我藏了一个秘密 事关我的来历 这件事 庆帝还不知道 你们 也别告诉他了 这个秘密 我原本打算 等哪一天 我回去的时候 再给你们说 但现在看来 我应该回不去了 叶青梅言罢 转身从身后的 婴儿摇篮中 抱起一个孩童 甚为溺爱的 抚摸着他的小脸蛋 小姐 还没取名字吧 陈平平问道 嗯 是该给他 取个名字了 我想想啊 既是送到饭府降养 那自然是姓范 至于名嘛 嫌儿如何 叶青梅 叶青梅兴致勃勃的 看着两人 谁知两人 皆是目瞪口呆的 看着他 怎么了 范贤这名字 不好听 我觉得挺好听的 范贤范贤 一辈子悠闲自得 安安静静 普普通通过一辈子 嫌儿 怎么样 娘给你取的名字 好听吗 说着 范贤这个名字 便彻底被定了下来 这时 院内侍卫来报 皇宫御旨 传范贤 与陈平平入宫敬见 去啊 看着我做事 又没叫我去 叶青梅抱着范贤 起身朝内屋走去 范贤与陈平平 不便跟上去 两人欲言又止好一番 这才不舍离去 可是他们不知道 他们今日 与叶青梅一别 竟会成为永别 而当这两人离去后 叶青梅 这才偷偷将目光转回 看向自己怀中的范贤 范贤 未来的路怎么走 全都靠你去选择了 老娘能帮你的 只有这些了 你是第一次给人当儿子 老娘也是第一次 给人当母亲 不称职的地方 你千万别怪老娘 将来你长大了 你想做什么 你都可以自己选 但千万别记恨老娘 老娘也是迫不得已 才这么做呀 你爹和我们的差距 还是太大了 有些事其实也怪不得他 要怪 就怪这个时代吧 叶无声 却有杀意弥漫 范贤和陈彬彬 永远都不会想到 他们街道离开京都的玉址 与西沙太平别院的玉址 其实是一起下发的 所以当他们正忧心忡忡 急急忙忙 赶到京都外执行任务 向着早点结束 早点返回之时 一场声势浩大的西沙 其实已经拉开帷幕 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们下集再讲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